來到美國洛杉磯這間南韓超市 櫃台上擺放韓式傳統紫菜包飯 冰櫃則是陳列各式各樣正宗南韓新奇 鏡頭轉到越南胡志明市 這間新開幕的南韓超市裡頭人山人海 由於K-POP版韓劇在越南人氣很旺 帶動當地對南韓食品的關注度 由南韓氣上北道研發的紅葡萄 每公斤要價3萬韓元 換算約700台幣 價格不便宜還是賣得很好 官方瞄準東南亞 以高品質地區農產品的高級化戰略 進軍市場 氣上北道的農食品出口額 每年都呈現巨幅增長 今年農食品出口額8.52億美元 和去年同比增長了12.6% 去年首次開啟地區農產品出口 依照韓元時代後 一年內再刷新最高出口額規模 新上北道出口產品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鮮農產品 像是南韓香瓜 目前出口額達138萬美元 比去年增長122.6% 其他像是白米和葡萄 外銷數字屢屢上升 但總的來說最受歡迎的南韓農食品 第一名絕對是南韓泡麵 11月三째週까지 出口供出口額 也在持續增長 今年星期已經出口1.4億美元 和去年同比增長9.4% 南韓的紫菜包飯冷凍外銷 經過美國自媒體YouTuber 拍片試吃後 在當地南韓超市賣到缺貨 廠商趕緊把握這一波熱潮 舉辦出口交流活動 擴大販售同路 韓國公安公社最近更邀請 銷利英超的南韓足球選手 黃喜燦 拍片親手料理 大炒年糕 宣傳韓食魅力 從官方到民間 南韓努力將韓食推廣到全球 擦亮這塊KFood招牌 TVBS新聞 最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